大家好,欢迎收听网红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这里有我新西兰的易得太阳和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订阅,请订阅网红编辑部正向暴同晒冷气 继续将齐抗疫平经济反网部的讯息转让开去 好了,今次回来想和大家跟进一下借庭峰这件事情 现在借庭峰有很多人在讨论,说他退出加拿大籍 无论男友、男友都拿来借题发挥 有人就说,哎呀,有些人就说 你看到他想跳井的,难道你要为他伤心吗? 有些宣文这样说 即是退出加拿大国籍是一种跳井的行为 另一种说法就是 由于国内有所谓的限制国籍的命令 所以就逼到他要退出加拿大籍 我自己就看过他有一段访问的 就是这位大陆央视节目《南语回客室》的一段访问 就说到他退出了加拿大籍 我个人认为这是他个人的选择 并不是有什么限制令导致他是这样的 我也看到他的访问里面 也都很诚恳也看不到有什么被逼的意图 或者受被逼才这样做 还有他也是多年在香港或者国内工作的 在中国工作的 长期都是这样 好日都不回到加拿大 那留过加拿大籍来又做什么呢? 对不对? 没错 所以我自己看纯粹是个人的选择 我看不到有什么被逼的意图 或者要所谓的 那些黄友最喜欢说的一句话 贵 贵 贵 我看到那些什么老肖 什么寿司达 哎呀 你看他又贵了 你又要回去找吃 其实他一直在内地工作了很久 还有如果说什么限制令 都没有官方的解释 其实我觉得再猜都是假的 有些人甚至说 哎呀 当然他要退了 吴亦凡出了大事 他是加拿大人 之前台阳也说过 那两个在中国犯了事的加拿大人 依然是受惩罚 所以别人说 加拿大人 所以他害怕 好像那两个西人那样 关什么事? 吴亦凡做了这么多坏事 他应有此报 如果他真的犯了他这么坏的事情 以前借庭峰也是有过失的 我们也记得了 他有一包 香港 法国的犯罪 对 反了一些犯罪 什么顶包案 那些 但是 不关事 他现在是 该受的惩罚 他都发了 该做的事情 他都做了 现在在内地工作 我觉得是个人选择 而且他有首歌叫王总人 其实当时他流露出自己是爱国的 而且对王总人是骄傲的 我觉得是个人选择 你说什么迫伯 其实老实说 到今时今日 你迫伯他也没有意思 因为他也是身家丰厚 有人说他继续回大陆 找食品更多 这个是事实 但是 我觉得台阳觉得对 个人选择 有些人喜欢拿特区护照 就像你这些皇友 都要拿个真BC 有什么办法 是吧 我也有想过退入美国国籍 我也有想过 但是我父亲说 祖先这么辛苦 才能拿到 其实对于我来说是没有意思 但是我父亲叫我留住 我为了孝顺 我就不退住了 但是如果 另外一件事 税务问题 当然香港交了税 加拿大也是承认的 但是还有很多事情 所以我觉得 这些个人选择有什么问题 当然是炒作得很厉害 还有吴亦凡 吴亦凡是加拿大籍 所以谢霆锋就要退 关什么事 关事的 难道所有加拿大人 都会有犯法的意图吗 不是的 就是坏人来的吗 不是的 是的 想说一下 谢霆锋在那节 南语会客室里面 说了一点 就是 我在香港出生 所以我本来就是中国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里面 凡具有中国血统的香港居民 出生在中国领土的人 及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规定具有中国国籍的条件者 都是中国公民 意思就是 他在香港出生 他本来就是中国公民 只不过在后期 多了另一个国籍 他现在觉得 好日都不会回到加拿大 加拿大对他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一个联系的话 他退了国籍 我个人认为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而且他本来就是中国国籍 其他人吵什么 我都不明白 是的 当然了 现在有些西媒都开始说 哎呀 现在他们很害怕 共产党要逼迫他们 关什么事 是的 这个真的厉害 连艺人被逼迫 有些西媒也是这样写 这样传 整个访问在节目中 很轻松 说出自己的想法 这样都可以上升到 一则被逼害的事件 扭成这样的 我觉得真的非而所思 整件事很好笑 根本没必要 还有现在看到的就是 西方是炒作 很多英文媒体都说这件事 哎呀 你看 你看 等这些人乱共 舔共 喂 他也是做演艺事业的 有什么问题 就是了 其实不单止他 很久之前 恩子丹都退了美国国籍 都是他个人选择 我觉得没问题 当然了 有些人就不退了 我觉得不退的人 依然是有机会在中国做工 不过老实说 我以前也是在中国做过工 我们和中国公民也是有区别的 因为我们始终爱国人 是要申请签证 那谢霆东就不用 因为香港出生 有这个回乡证 我相信就有 不要紧 还有 谢霆东也说过 我支持他 对 他父亲很支持 其他人还有什么好说呢 对 这个叫做 马生的报纸 不是陆生 马生的报纸 就是东方 我们很支持马生的 哈哈哈 他就说 他访问了谢霆东 这个东方就问 近来你的儿子好像申请退出加拿大国籍 谢老四就说 哎 这个儿子做什么 他自己拿着主意 作为老爸我会支持他 那也是 这么大年纪 是吧 就是我说的 谢霆东也这么大 一个儿子 也很大年纪 也是事实 就问到他 当年谢霆东是为了一对子女才移民加拿大 对于儿子现在申请退加拿大国籍一事 谢霆东说 哦 我不知道 因为他自己的事 关我什么事 子大子世界 他自己喜欢做什么 他自己拿着主意 作为老爸 只是支持他 这位老爸也给了很多空间 而且他说 为什么当年移民加拿大呢 因为当时香港 大家都懂得谢霆东和迪波拉 在这样的特殊环境生长下 就怕儿子受到特别保护 当然受到特别保护的人 有时候容易学坏 所以就移民加拿大 令到他可以相对地离开公众的视线 其实也对的 没什么问题 现在他就想着退国籍 借然都支持了 其实别人的选择 我觉得那些黄友不知道来炒作什么 就是说是逼白 什么逼白 什么好笑 都说逼白 我看到有一条黄友 这样说 很好笑的 我认为 他说所有有权有势有金的人 或者他们的子女 一般都有外国护照 你不是真的好像天真嬌那样天真 你以为放弃了外国国籍 就会天亮光 将来要逗你的时候 一样可以说你 出生的时候是外国人 出生不纯粹的猛评 不读历史也要看电影 几十年前而已 现在时代会变的 老板 还有你说看电影 看电影是假的 看电影是假的 你傻的 是吧 白痴到难以理解 再加上 我相信 謝霆锋 移民加拿大 也不是他的选择 不是 他不是他的选择 借言都说不关他的事 是的 那他现在大个儿子 做回自己的选择不行吗 好事来的 好事 值得尊重 值得尊敬 是吧 其他人吵什么呢 其实是不能吵的 很多人觉得他拿着一个说法 而且是一种很无知的说法 有什么乃共 投共 这些想法 他们在内地找不到钱的人 就常常说人家乃共 人家有本事 人家有本事 懂得演戏 酸微微 没错 就是一种酸民心态 这种酸民心态 我认为是很不健康 我认为是 好说不好听 他不是跟我们一样 都是有个YouTube频道的异议 我们很微小的 我们就不会看到自己这么大 对吧 不是 很多这帮朋友 都很喜欢 很想移民去英国 是吧 不如我可不可以说你乃英 行不行 他们说不要紧 不要紧 有些人还说 做英国狗司上的 一只羽鹰都行 这种非常好笑 近乎一种精神病态 是的 精神病态 不是开玩笑 其实借庭峰 自己这么大年纪 自己都可以决定事情 对吧 以前就是他爸爸帮他选了去加拿大 现在觉得 都不是我选 现在就做回自己的选择 没错 另一个理由 就是说到限制国籍的令 我就找到了 都看不到官方的通告 说到有这个令 有时候你拍电影 你需要用一些外国明星 外国艺人 你很难在中国里面找到一个外国明星 或者有近似外国人的样子 你可以找一些近似北方俄罗斯 或者新疆的人种 你扮外国人也可以 问题是 你有时需要一些外援 来帮你完成的工作 自然 也都是 欢迎一些外国籍的人士 来做一些演艺的工作 对吧 在这个情况下 如何有限制令出现呢 这个也是不可能的 又是一种子虚乌有的谣言 什么是限制令 对吧 对吧 其实他们就想做一个舆论 就是共产党已经是越来越合藝了 连其他国籍的华人都不让他做工 老实说 连其他国籍的西人都能做工 何况是华人 你看看 其实依然还有很多西人可以在中国做工 所以说 有些更夸张 他就说 以后这个王力宏孙燕之都会被人打压 因为王力宏是美国籍的 孙燕之是新加坡籍的 那我们看看 如果将来 疫情好了的时候 看看如果他们可以去到中国做工 你们有没有声出 不过现在疫情 很多人就走不了 好像一份西媒 这份法国媒体也挺反华 他就说 中共当局去年11月就发起了集体整治行动 就要打击反垄断 反垄断有什么问题 老实说 外国也经常要做的 反垄断 现在都是不停的 要想一下怎么可以打击科网巨企 Google Facebook 甚至乎Apple 都是在打击的 因为他们是真的 在那个行业里面 是占有大量的资源 大量的市场份额 对不对 如果形成一个垄断的话 这是要打破的 因为一出现垄断 就对整个行业都不健康 这是人尽皆知 中国做一些正确的事 你们就说中国政府打压 你们记得西方政府在做同样的事 没有人吵 没有人说西方国家打压自己 不公道 而且他们很正确的说 网传 网络盛传 总之没有政无据 刚才台湾也说 对不起 在中国的法令里找不到限制令 找不到 你找给我看看 他有一种谣言 例如来自一封 有关于网络众艺节目内容审核标准细则 这个标准细则里面有第一部分的第四条 就是 选用外国国籍或港澳台籍人士是不当的 这个呢 就只是限于网络上的众艺节目 不是所有的 意思就是 你其他的电视剧 电影 那些工作 全部都是没有这种限制的 只是针对非常特定的节目种类 就不用外国国籍或港澳台人士 这个要说清楚 但是很多人就把这件事炒作成 成为这个叫什么 限制令 没限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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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那些 黄友怎么说 下一个是哪个人 李廉杰 李廉杰 哇 李廉杰 应该是不挂 他是一个icon 其实对于功夫电影来说 是一个人物来的 当然 有人说 现在中共已经大力打击演艺界 其实是整顿 整顿有什么错 有些人生活很 鬼圈真乱 演艺圈很乱 这句话 全部 网友都知道 鬼圈真乱是什么意思 你看看 不易烦的人就知道 对吧 所以有什么问题 老实话 犯圈是什么 刘爽 陰阳合同 金爽 郑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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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乱局 是要整治的 打击犯圈 其实更加没问题 人们是不可以 不理智消费的 会害到国家的 你记不记得 为什么他们要打击 因为有些人 是买一些产品 买到浪费 牛奶 是倒到 在河上 变成白色 为了捧偶像 那有什么问题 是为了整个国家 将来的年轻人好 我觉得 这是好的 这是好事 没错 如果真的有打压 基本上 整个演艺行业 突然间剩下 没有了 什么节目都没有 是吧 真是傻的 小小事 就将它提升到 有文革回来 文革来打压 演艺界 这样 我只觉得 只是催致而已 不过这样 我们也会继续看看事态发生 有什么我们也会更新大家的讯息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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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